OK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二年级数学活动本哦 我们来到这个第76到第77页哦 是不是看这个第7题 一个碗能放5颗鱼丸 姐姐要把35颗鱼丸装在碗里 需要多少个碗 所以看到这边他是给这个资料是这样的 那么总共是35但是要分这个每一个格子这边是5个 那么你看到这边有6个点呢 其实就是说代表还有很多这样 所以呢 这边呢 你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啊 我们是要用到啊 不是乘法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多少个 所以我们肯定是35我们要除以5哦 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个这个 所以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是要用除法 所以你拿这个35除以5哦 那么就找到这个可以有到个格子哦 所以换句话说呢 就可以知道多少个碗了哦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做除法 我们做知识哦 所以35 我们再除以5 我们再除以5哦 所以除以5 所以我们在做除法的时候呢 就是首先我们都是遮着一个先哦 那么看到3太过小了 不可以哦 我们就3个5比较起来的话 3是 啊 比较小哦 所以你就算这边放 0 50 都没有意思哦 那么155也不可能哦 所以我们肯定为什么这样 所以里面一定是要 比较大哦 或者是相等哦 所以这边呢 我们3不可以 我们就退到一步哦 所以3上面是没有写东西 我们5的上面 这个的上面是有写东西哦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们就做 这个乘法表哦 所以乘法表 如果你背的话 155 25 10 35 15 45 25 25 25 65 30 75就35哦 所以这边呢 就是做这个75 35哦 所以这边我们两行了 我们就画线哦 那么除整的话就画了一条哦 所以这边呢 我们的伤数就是7哦 所以总共需要是7个网哦 所以总共需要是7个网哦 所以这边12345 OK算起来还有两个哦 还有两个就是画完完整的 虽然这边是给你知道是多少 还有很多的意思哦 不过我们实际来讲是知道我们还剩下两个哦 OK 教学我看这个第八题哦 伟人收集了98个 冰 冰箱 磁贴 那么山勇呢 OK 这边已经给了你一个图像画的东西哦 那么山勇的磁贴 比 伟人多52个哦 那么计算山勇 的磁贴数量 所以看到这边问号那么长哦 那么这个98是伟人的 那么这边就是多出来的哦 所以你要讲找这个问号 就是拿来直接加哦 所以这个短的再加这个就对了哦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啊横式哦 那么98加这个52是得到多少哦 所以我们做这个只是98 再加52哦 所以我们就画线哦 画两条线 所以你看到这个 8加2呢 就是得到10哦 10 所以9加1得到10 所以15哦 所以这边就是150哦 所以山勇就收集了150个 啊 词帖哦 给大家看这个第九题 OK 第九题是K8题哦 那么这个我们就 看哦 所以德利在今年阅读了166本故事书 比地底多38本哦 所以是比地 所以呢就说地底是读到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地底阅读了多少本故事书 所以因为这边呢他是比地底 没有地底是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你不可能来做加法哦 也没有可能做成法也没有可能做除法 所以肯定是做 减法哦 所以那么老师就画了这个那么就图像画给你看哦 所以德利是 比如说是166本哦 那么他讲比地底多38本 就说比地底还要多出来哦38本就这边了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找这个问号 是多少 所以这个问号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多的来减 少了就可以找到问号 所以为什么这一天我们是做减法 那么不是做加法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拿 166哦 我们拿166我们再减掉38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哦 所以这边我们做知识166我们再减38 所以我们就画两条线 所以我们讲6减8减不到哦你不可以拿8减6哦 所以6减8减不到 我们各一个各两个 所以6少掉一个1 就变5 这边少1这边补为一个1哦 那么写号码6 那么16减8 OK其实答案得到多少那么你可以先 如果你不是很快减的话你可以用手指哦 那么8你连在嘴巴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所以总共是8个手指哦 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写一个8 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8加8也是得到16哦 因为826哦 所以这边我们就 5加3哦 手指可以算到哦 所以我们就2哦 那么1减没有东西还是得到1哦 所以呢这边呢弟弟他读的 他阅读了128本哦所以肯定少过个个的 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讲128本哦 OK接下去我们看这个第10题哦 那么牙医 已 已经替474个学生检查牙齿 还有109个学生就检查完了 牙医总共要替 替多少个学生检查牙齿 所以他检查了这个那么还有那么多 所以肯定是我们讲加法 所以这边惩罚也没有可能出发也没有可能呢那么减法也没有可能呢 因为这个是他讲还有哦 不是还剩哦 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还以为是 啊拿来 减罚 OK其实这个 那么 其实是要做这个恒事我们就是用这个加法 多少 所以109得到多少 所以我们就是400我们做指示哦 400其实是再加109 OK得到多少 OK在没有做这个之前我们来看这个其实他这个我们是讲他有做一个估算 我们在做这个时候是我们讲讲是计算了 所以这边我们是估算了 所以以数目的百位近视值 估算答案 给所以这边我们讲 啊 我们这边是474 那么如果是我们讲 百位近视值的话 个10百哦 那么这边我们就讲 这边呢 我们这边就是 个10百对不对 这边呢我们就是要 啊 啊 加1哦 我们要看到这个隔壁的这个 数目 因为这边是 啊如果是56 56789 就是我们要加1在这个 百位这边 所以刚刚这个是7哦 所以呢我们就是这边我们讲是500哦 这个复习回啊这个百位近视值哦 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啊109哦 那么109他也是叫你 这边要百位近视值哦 所以个10百哦所以这边哦 所以我们在这边因为他是0哦 01234这边就是要加0 所以 啊 1加0我们得到1哦 那么后面这两个 都是写为0哦 就好像这个这样哦 后面也是写为0的 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是拿这个 啊 500哦 那么500我们再加这一个100哦 那么就得到600哦 所以答案呢 肯定 我们是讲接近600哦 所以我们有了估算过后 我们就做这个计算了 所以这边我们试试看做 90 那么是3了这边了 A9加1得到10哦 那么4少掉1就变3哦 所以这边13哦 所以7加1得到8 啊 1加4或者是4加1得到5哦 所以这边是583哦 所以这边是583哦这个是计算了 准确了 所以看到这边我们 啊也是讲他是接近600哦这个答案了所以就对了哦 所以通常是对的如果你要检查的话就是再算了一次哦 再检查了一次哦 所以这边呢我们是讲总共要T 583个学生了 我们这边不能写600哦因为这个是要 啊我们讲 精准的 所以这583个学生检查压子我们不可以拿估算了我要拿计算的答案 所以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是二年级数学活动本我们来到这个第76到第77页 OK如果可以的话你这边subscribe哦 那么可以看起来有关系的video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video下面这个链接你可以按哦你可以加入了是所开发这个Dilagram robot 都手机里发给大家测试楼